欢迎收听6月14号民事Packet的城间即时新闻 中国为了争夺正统军校的话语权 借着黄埔之名邀台湾退仗到中国 参与黄埔百年活动 退府会主委严德法表示 已经掌握到有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邀请退仗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进行统战跟认知战 也提醒到中国的将校要注意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国安法的相关规范 不要落入中国认知战跟统战的陷阱当中 欧洲商会在台湾举办了欧洲日晚宴 总统赖清德跟行政院秘书长龚明星 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等 外招经济相关的内阁成员到现场来参加 总统赖清德也感谢欧洲各国对台湾的支持 不忘展现台湾已经准备好 跟欧洲国家携手前行的决心 中央银行举行了第二季礼监事会 国内房价居高不下 央行重手打炒房 六都跟新竹县市第二户的房贷上限 从七成下降到六成 今年大学申请入学招生公告分发结果 缺额比去年减少了超过有四千名 但也是七年来的次高 缺额最多前三名是 民传文化淡江都是破五百个缺额 顶大像是台大成大政大 也有上百个缺额 邓格热新一波的疫情来了 卫福部机关署表示高雄出现登格热群聚疫情 而且经过病毒定序之后 显示是新一波的疫情 原因可能是受到民众计划旅游 像是东南亚还有中南美洲等地带回 目前针对群聚个案接触者已经采减了上百位 目前都是阴性 没有症状的 乌尔开战北约跟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北约防长在北历史召开会议 除了讨论乌克兰形势之外 有鉴于俄罗斯间谍在北约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北约打算对俄罗斯间谍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 希腊今年夏天第一波热浪来袭 气温飙迫摄适42度 包括了雅典卫城在内许多的古迹 暂时关闭数小时 有些小学也继续第二天停课 俗称火鸡面的南韩火辣鸡泡面 超高辣度出了名 特殊的口味心很多人挑战 不过丹麦政府最近发出声明 要求下架回收三款火鸡面 理由是太辣了可能会导致急性中毒 以上新闻由明示信物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明示Pax晚间即时新闻